已加進尾聲 返鄉車潮陸續湧現 高速公路彷彿變成了大型停車場 入夜之後 行程登坎一片 返鄉出印讓各地交通再度出現高峰 加上寒冷天氣湊熱鬧 連日暴雪大雨 導致車禍意外不斷發生 據統計 共有23台車輛受損 因為教育學導致路面失滑 安徽越武高速 23輛小轎車連環追撞 當場造成四人墜橋身亡 另外一燃金搶救後不治 無死刺傷的事故 讓越武高速公路頓時中斷 而在貴州石千地區 同樣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墜狀意外 全部堵死了100多公里 估計今天晚上要在這裡過夜 事發當時因為地面結冰 加上夜間開車視線不佳 在貴州高速石千段 以及安江高速石千段 兩個事故現場 事故抽量多達70余量 上百人受傷 被誘為地表最大遷徙的大陸春運 光是前20天 發送旅客就超過13億人次 現在遇上低溫 大雪天氣 不少地區道路封閉 為了項目時間 大叔大媽索性 直接在車陣中 挑起了廣場物 在天候不穩定的影響下 面對反乘春運的大量車潮 如何確保行車安全與順暢 成為春運下半階段最大的挑戰 記者 陳照佛島